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娜娜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每年都会来山东烟台龙口东海旅游度假区住一个暑假 然后前两天也发了一个赶大集的视频 有朋友问我说娜娜今年东海这边人多不多 然后这边热不润 现在这边是什么情况,房子还值得买吗 我给大家先看看人多不多 我现在是在东海旅游度假区东侧 属于是人最少的地儿 看到没有,这海边上全部都是六弯修两块的人 全部都是人 然后那边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然后给大家看看 这个小区是东侧的一个小区 这边相对来说是东海旅游度假区人少的地儿 如果去观音店那边 月亮老人那边,风帆广场那边 人就相对来说比较多 金玉兰湾那边 人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 这个属于是靠东边的了 看到没有 这个哪哪都是人呢 今年夏天这边不热啊 非常的凉快 像今天最高温度只有这个30度 但是早晚也是非常凉快的 晚上如果在海边上坐着啊 到十点多钟的时候 还得穿个长袖呢 如果是阴天的话啊 你看那边全都是 吐了修的叔叔阿姨们 然后咱们再来说一说 这边的房子还值不值得买啊 跟大家这么说 如果说您是投资的话啊 您听我一句劝 真的不建议您来这边买房子投资 因为来这边投资 呃不适合投资啊 赔钱 如果说您就是想 呃享受一下这边的海洋气候 来这边养老啊 真的 我说实话 这边真的挺适合养老的 这边的生活节奏特别的慢 而且空气特别的好 呃龙口这边被称为长寿之乡 呃很多很很很 这边的老人都非常的长寿 你看看 这这这老年乐队多热闹呀 生活节奏非常的慢 而且这边水管特别的多 各种的各种水管啊都有 像什么蓝莓呀 什么葡萄啊 都特别的好吃 什么各种的盘桃啊 油桃啊之类的 无花果呀 呃 而且来这儿买房子的人呢 基本都是全国各地的 哪个都有 呃 一会儿我进小区里边给大家看看车牌就 你就知道了 而且这边啊 它不潮 呃 您看那边是北啊 海是在那个方向的 它这边是北向海 呃 是陆地的 陆地上的风往海上刮 它不是海上的风往陆地上刮 所以它不潮 但是这个地儿呢 季节性特别强 夏天人特别的多 啊 冬天人特别的少 呃 因为它这边这房子大多都不供暖 有很多小区都不供暖 我住的海泰居那个小区是供暖的 啊 你看如果咱们想买点水管啊 什么的 在楼下就能买 而且这周边还有大吉 几乎天天都能赶大吉 呃 然后就说 呃 您要是来这边投资的话啊 千万别考虑了 如果说我想养老和度假 那您就来 您看看 河北的 北京的 吉林的 河南的 您一看这车牌您就知道 这个地儿全国各地的人都有 但是年轻人不是特别的多 都是以退了休的叔叔阿姨们为主 呃 有的这叔叔叔叔阿姨们就是 那个 三月份一过 呃 这个北京那边一停暖气 然后就来这边了 一直住到十 十一过后才走呢 啊 还我我还认识 有的叔叔阿姨 我们北京的 就是一年四季都在这边住 人家就觉得这边空气好 冬天这边说实话 他也不是很冷 啊 然后人家冬天也不走 湖里边开空调啊 或者是壁挂炉啊 都可以 看河南的 河南的 北京的 还有上海的 海南的 安徽的 我今天 还有广东的 这个小区里边 全国各地的车牌哪里都有 真的是五湖四海的人 都聚在 聚在这儿了 因为我也去过其他的地方 东带河呀 秦皇岛呀 南带河那边啊 都潮 而且那边的海水 说实话 真的没有这边的海水干净 包括青岛 黄岛那边啊 它都特别的潮 我因为我每年啤酒节 我都去 非常的潮 你看 这是上海的 然后这也是上海的 这是苏州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 真的是哪 哪的人都有啊 哪的朋友都 特别多 然后就是冬天人少 夏天人多 这还没有去那个 金玉兰湾小区那边啊 风帆广场那边 真的是人挤人 包括观音店那边 也都是人挤人 话说到这儿了 我可不是买房子的 我可不是卖房子的啊 我也是来这儿住的 每年夏天都会 在这儿住一个暑假 然后我觉得我说的 还是比较客观的 但是还有一个事情 要告诉您 东海里边有一个 有电厂和旅厂 有两个厂子 如果您要介意的话啊 您也不要考虑这儿 还有包括乳山 微海的乳山那边 还就发现特别多 但是我去年也去乳山了 那边真的是 相对来说比这边要潮 而且那个 那边都是老小区 基本的房子 都是没有电梯的比较多 你看那边 就是一片黑松林 听说这黑松林 释放的 抚养离子特别高 有很多 就是叔叔阿姨们 在这边 住啊 住到时间长了之后 什么咽咽呢 鼻咽呢 什么的 都 都没有了 我包括我的咽咽鼻咽 在这边住的话 也特别的舒服 因为它空气里边 相对来说要 潮湿一点 但和 其他的海边比 这儿就相对来说 是不潮的了 那行了 这个视频就跟您 分享到这儿吧 这个是东部的 一个小区 有高层 也有这种小高层啊 哇 我 我 感谢观看